发了财的老板会不会把自己的经验在自媒体上说出来 大多数人都不会 只有几个别的人会说 我印象中 齐虎360公司董事长周鸿一比较喜欢分享经验 而且说得不错 有几条真情实感 我印象深刻 描绘得不错 但是其他的99%的老板们都不会说 原因也很简单 一是老板们文化水平太低 绝大部分老板已经长期不写工作总结了 他们最多也就是看个微信公众号的水平了 吃粗粮有利于心血管健康 基本就这些内容了 你让他写个离婚申请 他都不会写 他们最熟悉的是在KTV刷卡签名 开一瓶1982年的拉费 二是老板们太忙了 没时间 公司里迫事太多 大大小小都是钱 哪一个也不能放掉 三是老板们没心思 当老板的人很烦心 张三拖欠货款了 李四给了钱没发货 老王要辞职 老赵要加薪 整天都是这些琐碎的事情太烦了 哪有心思跟你玩这个自媒体 当然 凡事都有例外 我就是一个例外 我留下这些素材 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我虽然已经退休了 但我要把自己的人生总结出来 留给子孙后代看看 这也是我们家的传统 这是我们的家学 人的一辈子有很多事情要做 关键是两个 一是不断积累 你要为社会创造价值 例如上班 榨油条 也要为小家庭攒点东西 以后孩子们结婚有东西在手里 二是保证传承 主要不是传财富 而是传经验 财富是会丢失的 我们家族这一百年 从抗战开始 几上几下 见怪不怪了 有了这些经验 大家从同一个起点出发 你的起点会比同龄人 先强跑二十米 这就是决定人生的二十米